我是好几年前参观庆明一个养牙的基地养鸭子的 齐素群居士带我去参观 那个里头工作人员滴了一个鸭放在我手上 跟我手掌一样大 这么长一样大 他问我的发誓你看看这个鸭子出生几天了 我一看至少要十天吧 他身长这么大了 那再少一点也得一个星期 他告诉我昨天出生的好友今天就这么大 我说你们的鸭子卖到市场多少天 一样个星期 卖到北京做烤鸭 这能吃吗 中国古人讲病从口乳 病拿来的从吃进去有毒 现在你的蔬菜有农药有化肥 还有什么转基因 太可怕了 让人现在不敢吃东西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都觉得那是毒品 那是福毒 有多可怕 那怎么办 自己种地 种菜 种粮食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在澳洲就经营农场 我们不会农耕 故农民替我耕种 给他工资 一天八个小时工作 耕种而且 收成全是我们自己的 除了自己生活所需的之外 拿到市场就卖 市场卖的价钱好 而且很快就卖掉 为什么他知道 我们这是真正有机的 没有任何农药化肥的 那是很快就卖掉 卖到的钱 除了付工钱之外 还有很多赚的 这样的道场 经济亏独立 不靠信徒供养 你说你独自在啊 我们用这些钱 办很多福利事业 我们在外国的时候 大概像中国某 一万多亩的 农历 所以我觉得 道场经济独立 不能靠信徒 靠信徒 我们的心不安 心不定 我们自己道场有收入 我们的心就定了 不依靠信徒 不依赖信徒 但是买地的钱 是信徒们供养的 我们拿着个钱 不放在银行 放在银行会贬值 是吧 买土地 我有钱就买土地 所以买了一万多亩地 这是金银道场 中国古时候道场 都是有天地 有山地 大户长者 捐给寺庙 不是捐现金 是各土地 各土地 让农民耕种 给农民分 分量 就是收租 也收租 租给农民 所以他的经济 没问题